集團,透過這些不當的公共工程,在掏空國家的資產,在掏空全民的財產 這條路呢,它的爭議性在哪裡? 因為它離旁邊的華山路,最近的距離不到300公尺 它山下跟山上的出口,居然是一樣的 它3.9公里,花了3.8億 現在各位記者,先生小姐,你所占的現在的這條路是用黃金做的 因為這條路在山區裡面居然1公里造價1億 這條路穿過了大渡山的保安林 那這個保安林裡面呢,在2004年的時候 特森中心就已經在大渡山西南側的森林裡面 發現了石虎,這個石虎是一級的保育類動物 它比中國的熊貓還少 試問各位,現在中國的熊貓在木柵是住豪宅 那你看看現在石虎駐馬路 但是,這個國家級的研究單位在這個森林裡面 在2004年調查到 而且,也說這裡的石虎的族群是兩個族群 它不是個體,是兩個族群喔 可是呢,這條路的生態調查報告在環評書裡面 居然沒有把這個調查報告列為文獻參考 也沒有在這裡面進行石虎的調查 第二個呢,這條路穿過在台灣生態學會的調查裡面 我們看到它的生態調查報告,非常的膚淺 我們看到這條馬路旁邊就有兩棵大樹 是狗花椒 這個是農委會公告的稀有兵委的職務 全台灣 剩不到一千顆 可以繁殖的,成熟的個體剩不到一千顆 在這條路旁邊就有兩棵 我們馬上發出新聞稿 但是呢 各位知道怎麼樣嗎 馬上被施工單位推掉 這條路 路寬是六公尺 那現在我們剛剛量過是將近十四公尺 那針對這個違反環評 違反環評結論的開發行為 我們請柯律師 柯紹貞律師來幫我們做說明 謝謝 本屆呢 我們是希望說能夠號召群體的力量 包括我們公益團體 台中的公益團體 以及這個在地的居民 包括